- 重新錄一段 - 重新錄一段 - 重新錄一段 - 我是Lisa - 我是Cindy - 我想要有一種深夜節目的感覺 - 就是給大家帶來一些很欣慰 - 因為你知道Monday就是 - Blue - 欸我上次大家見的時候發現 - 夜光家族還在進行耶 - 還有喔 - 還有煮光雨嗎 - 對我整個跟司機大聊 - 你好晚回家 - 欸你 - 對這個重點也是 - 而且我不是回家 - 你要透露好多 - 我節目一開始要先講 - 我不是這樣鼓勵大家勇敢請假嗎 - 是 - 我忽略大家就重要的時候 - 還是要忍著要來上班 - 因為像我就是消失一週嘛 - 我回來說Kettie已經不在了 - 對 - 你沒有一起跟我們 - 我們發生什麼事了Kettie不在了 - 她就休息一陣子啊 - 沒什麼時候會回來啊 - 妳根本跟我解釋 - 而且 - 那時候我們還在講說 - 欸那個Kettie要走要不要四人合體 - 然後我們四個人都要好好好 - 然後發想事 - 對啊 - 大家顧好身體 - 可是我想要先預告一件事情 - 可是我想要先預告一件事情 - 六月六號 - 是我們的一週年 - 我們一年了喔 - 對啊 - 是不是很可怕 - 欸六月六號也是韓國瑜 - 被罷免的週年日對不對 - 啊謝謝 - 哦 - 對不對 - 欸那其實都是一些很喜事欸 - 喜事 - 還有陳其真生日對不對 - 是嗎 - 好像是欸 - 好像是陳其真生日 - 你還有在愛陳其真 - 沒有我們的那個 - 我們有寫 - 我們的那個包台 - 我們的那個抖內 - 提醒大家我們有抖內喔 - 欸我們也是開了好久 - 的抖內嗎 - 開台好久之後才抖內 - 然後才接業配 - 雖然現在還是零零落落 - 因為也是開了很久才敢說 - 有底氣 - 欸底氣是 - 底氣 - 是知語 - 是嗎 - 我們才有那個底韻 - 底韻 - 底韻 - 不懂意思嗎 - 我們才有那個資格 - 呃 - 才自己有那個自信 - 才沒有那個冒牌抖症候群 - OK 我們的節目已經快要轉型成 - 教大家知語有哪一些 - 啊你們週末在幹嘛 - 有知語小單元 - 所以底氣以後不要用喔 - 好 那你們週末在幹嘛 - 我週末沒什麼好講 - 我週末睡一整天 - 睡兩天 - 因為我腰 - 喔你腰還沒好 - 喔你腰還沒好 - 我腰就是他現在 - 就要去 - 就是在恢復當中 - 物理治療 - 對 - 喔有一個我覺得蠻好笑的 - 就是在凱盜 - 有那個黃埔建軍 - 白年活動 - 你覺得那是好笑的 - 我覺得蠻好笑的 - 因為我看到那個月手受傷 - 我覺得好可憐 - 喔那個很可怕 - 他好衰喔 - 是什麼東西 - 就是在凱盜的時候 - 有黃埔建軍的 - 白年活動 - 然後因為週末的時候 - 就是有暴雨 - 不好意思我想請問一下 - 台灣還有黃埔軍校嗎 - 台灣不是一些空軍軍校說 - 或是海軍軍校之類 - 台灣是換什麼 - 黃埔軍校跟中正御校一樣嗎 - 不一樣 - 欸這個我就不知道 - 因為小時候 - 女生應該不會被問這個 - 男生就是不愛念書 - 然後家人就會威脅說 - 把你送去中正御校 - 喔你會被威脅過 - 喔你會被威脅過 - 有你就會嚇個半天 - 哈哈 - 你那一天會比較認真上課 - 喔OK好 - 那這個黃埔軍校的建校 - 反正就是他們有一個什麼百年的活動 - 建校百年活動 - 他們就在凱盜舉辦了一個嘉年華的活動 - 然後因為就是下暴雨 - 嗯 - 周日也很大 - 對 - 所以他們的那個campo -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- 棚步 - 對 - 是嗎 - 是很棒耶 - 天幕 - 之類的 - 就是那個棚步啊 - 等一下搭棚啊 - 然後反正就是有雨 -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剛好侯友怡進場 - 你不要這麼高興好不好 - 你語氣凝重一點 -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圈叫寧靜物喜 - 好 - 愛靜物喜吧 - 都可以 - 欸對耶 - 好我冷靜 - 寧靜是什麼 - 反正這是一場悲劇啦 - 就是在那個侯友怡抵達現場 - 等一下可以剪掉嗎 - 等一下可以剪掉嗎 - 不可以快點 - 侯友怡抵達現場的時候 - 她台上有那個孫中山跟蔣中正的那個半身同像 - 硬身倒下 - 好不祥喔 - OK - 可是如果我是蔣中正或孫中山的那個在天之靈 - 我真的也會給自己倒下欸 - 他們應該去轉世了吧 - 就你們舔空舔成這樣子 - 還要跟他們慶祝什麼百周年 - 欸我剛剛查了 - 黃埔軍校的舊職 - 是在中國廣州市的黃埔區裡面 - 謝謝你 - 她現在還在運作嗎 - 她現在好像是不是改成中華民國陸軍官校 - 喔你都在台灣 - 陸軍軍官學校啊 - 對對對對 - 對在台灣是這樣 - 他們好意思在搬這百年 - 看起來是好意思的 - 蔣中正總統屍骨未寒啊 - 她就是還在慈虎 - 對啊 - 我覺得很可怕欸 - 欸我們是世界上少數還有保存木乃伊的國家 - 你知道嗎 - 木乃伊 - 就是慈虎那一個 - 喔所以我們跟埃及有並列欸 - 我們跟埃及 - 因為通常只有獨裁者會保留自己的屍體 - 其實跟法老王也是一樣啊 - 類似 - 就是他們也算是獨裁者 - 是嗎 - 他們會想要把自己做成木乃伊 - 他們木乃伊是為了要求永生 - 我覺得跟東方 - 就是你剛剛講的不拆國家的有點不太一樣 - 但我們是希望什麼啊 - 復活嗎 - 對啊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- 因為那個蔣中正的遺體還沒有下葬 - 是因為他想要回歸 - 回家 - 對他想要回歸故土 - 想回祖國 - 趕快去啊 - 他是個屍體可能 - 屍體可能 - 屍體很好運吧 - 後艙超好運的啊 - 我覺得 - 我覺得大陸國民黨不會同意 - 我們這整段對話非常有問題 - 不是 - 我覺得大陸國民黨不會同意啦 - 我要強調我們不是嘲笑木乃伊 - 我們不是嘲笑木乃伊 - 我們是質疑我們的國家 - 那你有覺得死者偉大嗎 - 要看他是誰啊 - 喔 - 你這個問題的問題意識是 - 就是我們可以這樣嘲笑 - 那個蔣中正的遺體還放在詞乎這件事 - 因為這件事情是不可思議 - 我沒有嘲笑他 - 我把它當成21世紀不可思議 - 當成一個都市傳說來看 -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這件事情 - 蛤 - 很多人不知道這件事情 - 怎麼可能 - 因為我上次跟朋友講 - 她說阿不是在中生健康裡面嗎 - 我說不是 - 好可怕啊 - 中生健康沒有東西 - 好啦 - 那所以週末你們兩個在幹嘛 - 我在喝酒啊 - 因為剛剛辛迪才在說 - 她現在最近要酒精減量 - 對啊 - 你現在在喝酒 - 我最近是社群減量 - 喔 - 喔對 - 我有看到有一些人 - 就是有在說 - 發發最近怎麼都沒有發文 - 我有重新錄的帳號啊 - 喔所以重新 - 對對對對 - 她說也沒什麼在發文 - 哈哈哈哈 - 我週末 - 我週末在看《戀重》 - 我在看《換成戀愛》第三季 - 我把它看完了 - 戀重的意思是什麼 - 喔你看完 - 戀愛綜藝啊 - 對石敬秀 - 是知語嗎 - 蛤 - 不是戀愛綜藝 - 是簡稱 - 是簡語 - 是簡語 - 跟北車銀眼一樣 - 欸說到簡語 - 我們上週有收到那個 - 神早的那個 - 邀請 - 沒有就我們 - 我有收到神早 - 的什麼 - 神早是個商品啊 - 的商品 - 你要說 - 那個商品是什麼呢 - 就是早餐啊 - 三明治 - 而且我全部帶回家吃了 - 是新品嗎 - 對是新品 - 跟那個馬萊摩合作的 - 它有加那個台式咖哩 - 喔你也有用簡語對不對 - 你用台咖 - 沒有 我有寫台咖 - 哈哈哈 - 應該是要講台咖 - 喔對台咖 - 台咖是咖啡 - 好了解 - 喔OK - 而且謝謝神早 - 我覺得蠻榮幸的 - 欸你們還有一件事情 - 上週 - 神有分享 - 在串串分享說 - 她聽重新錄一段 - 喔真的嗎 - 真的還假的 - 蛤 什麼你們不知道嗎 - 不可能我們 - 有放到那個群組 - 你有放到群組嗎 - 欸我沒有 - 我忽略的那件事 - 那我剪量也剪太過頭了吧 - 剪到群組都沒有看 - 喔真的假的 - 喔真的假的 - 就她是在講那個 - 她說去抗議這件事 - 她真的也是已經年紀大 - 沒有辦法 - 就是體力不值 - 然後她就順便分享了 - 她正在聽重新錄一段的那一集 - 啊週末還有一個蠻重要的事情 - 黃仁勳 - 來台灣演講 - 這個是整個週末最重要的事情 - 並列孫安佐 - 喔對孫安佐 - 我等一下想要講一下這件事 - 好我們先講黃仁勳 - 同樣都是台灣之子 - 哈哈哈哈 - 要先講孫家的事還是黃家的事 - 先講黃家的事 - 黃家比較重要吧 - 喔 - 其實她來台灣有一整套行程嗎 - 她有做蠻多的事情 - 我們要不要先介紹一下黃仁勳是誰 - 好啊 - 因為我發現好像有一些人 - 其實是不知道黃仁勳是誰 - 小草嗎 - 黃仁勳是誰啊 - 但其實就算是 - 有些人也有在討論說 - 就算是國外的人也不一定認識黃仁勳 - 可是一定知道她的品牌吧 - 對一定知道她的品牌 - 但是不一定認識這個人 - 然後我覺得有道理啦 - 因為現在我也不知道 - 例如亞馬遜執行長是誰等等 - 但是黃仁勳就是她原本是在台南出生 - 然後好像大概九歲十歲的時候 - 就去美國念書了 對 - 那她目前是那個晶片 - 原型晶片公司徽達的創辦人兼執行長這樣子 - 那她週末到台灣來做一個演講 - 她說待滿久的 - 我記得她做了好多事情 - 她還去市場夜市吃東西 - 然後推廣了很多在地她喜歡的小吃 - 她宴請的滿多 - 就是大老闆去吃一個台菜之類的 - 就是那種桌菜 - 然後就有中國網友在算那個一桌多少錢 - 然後算下來發現 - 中國網友 - 應該是台灣媒體先去算 - 就是借到那個餐廳 - 他們就去翻說 - 欸那一桌好像才四五千塊 - 就算下來一個人均才 - 就是沒有很貴啦 - 然後中國網友就有點嚇到 - 因為他們想像中的有錢人跟CEO - 是要宴請那種大魚大肉 - 然後一個人可能要上萬塊的 - 就是他們中國就很多土豪啊 - 我們不走這個路線 - 我們沒有 - 我們就是去吃 - 懷念想要吃的東西 - 對啊 對啊 - 而且她在這過程中 - 她有接收一些媒體的訪問嘛 - 她不管到哪裡其實都有很多媒體要訪問她 - 因為她現在已經算是世界上的AI教父 - 可以這樣講嗎 - 可以 - 而且她也是全球華人的首富 - 喔她是華人首富 - 反正她就是有媒體訪問她的時候呢 - 她就是有用英文說的她說 - 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 - 是 - 然後小粉紅們就大崩潰 - 因為他們崩潰後發現也不能做什麼事 - 沒辦法抵制 - 抵制不了 - 演不見為盡 - 他們在那個他們的微博上面 - 就開始發表一些崩潰的言論 - 可是台灣很多產業 - 就是你不管要說她是不是 - 有些人會說她是美國人什麼什麼 - 可是就台灣很多相關的晶片 - 喔沒有她是雙重國際 - 我說包括其他的公司 - 就是其實我們占國際蠻重要的位置 - 然後其實一直都是這個情況 - 就是中國網友的意思 - 就是我們其實抵制不了 - 我們一直很需要台灣 - 可是我不懂這幾天好多 - 你有沒有發現之前台積電 - 或者這陣子黃仁勳 - 你都會在網路上看有些人會故意貶低這些公司 - 就是有什麼好貶低的 - 蛤什麼誰 - 就會說什麼她只是 - 很多欸 很多 - 不好意思我沈浸在那個thread裡面 - 我不知道誰要貶低他們 - 應該是說因為我也有潛伏在一些小草的社群裡 - 你還在裡面 - 我剛剛聽起來你有潛伏在小草社群裡 - 我都有 - 我就是藍白綠的社群我都有在裡面 - 然後其實他們確實是蠻 - 蠻大力的在攻擊這一個人 - 他們攻擊的對象還有Puma老師啊 - 反正就是攻擊這幾個對於台灣的 - 怎麼講 - AI 或者是國防 - 或者是能夠讓台灣被世界看到的這些關鍵的人物 - 他們都討厭 - 很奇怪我覺得 - 可是這些人明明就是帶給台灣很多經濟上的利益 - 其實我覺得 - 或者是國際能見度 - 其實不用去探討為什麼 - 因為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覺得台灣見不得人 - 那我覺得這是他們內在的卑劣性 - 所以這也沒有什麼好那個 - 我覺得台灣目前在一個很重要的分岔線上 - 有一條線就是黃仁勳啊 - 撲馬啊 - 蘇之鋒啊 - 反正就是這些人 - 另外一條路 - 尼菲亞 - 對尼菲亞 - 另外一條路呢 - 就是傅崑奇啊 - 黃國昌啊 - 徐曉興 - 大家要跟哪些人走 - 大家自己扪心自問好好想一想 - 那如果要走另外一條路 - 就我也是祝福啦 - 就 - 你今天講話很溫和欸 - 我覺得對 - 比起上一次 - 你有沒有看到黃仁勳昨天去台大演講 - 那不是全網都在更新他的那個演講內容 - 跟那個直播 - 對對對對 - 然後其中有一幕是那個 - 他在講他在台灣的 - 算是我能夠成功的夥伴 - 就是台灣所有的那個夥伴 - 包括一些學校跟一些企業 - 八間公立學校 - 八間私立學校 - 然後就滿滿的在那個畫面中 - 就是最後好像還有一個影片 - 然後是他配音 - 然後做出來就是說 - 他們跟誰合作或等等的 - 對 - 包含 - 回答一開始創業的時候 - 其實是台積電的幫忙 - 對 - 然後我就覺得說 - 台灣真的很棒啊 - 台灣有這麼多的人才 - 然後台灣站在世界上 - 這麼重要的位置 - 為什麼大家還會覺得說 - 我們很弱 - 要自卑 - 我不懂 - 因為我看到那張圖的感想 - 是那不就是 - 國民黨剛修完法 - 有可能被調查的 - 每一個單位嗎 - 對 - 我看到那張圖的時候是想說 - 要先去查他們的股票代號 - 哈哈哈哈 - 可是因為那個 - 接下來那個藐視國會法 - 嗯 - 也 - 都已經過了對不對 - 對啊 - 所以你查那些股票 - 你到底是要賣還是要買 - 喔 - Shit - 對啊 - 那我們講一下 - 上週除了是藐視國會罪已經三讀通過以外 - 其實還有一些小小的法案 - 在藐視國會罪通過後 - 就是 - OK - 好像已經上週三還是四 - 就是上週末之前 - 我在講廢話 - 好你要說 - 當大家都沉浸在那個 - 就是藐視國會罪列頭通過的時候 - 國民黨偷偷的想要提那個罷免 - 選罷法的修正草案 - 喔 - 對 - 那也很誇張 - 好像是被民進黨立委發現 - 他們要怎麼偷偷 - 偷偷可能就是 - 塞在那個 - 幾個提案內 - 喔就是夾在裡面 - 可能有很多提案 - 他們就是要提高罷免門檻 - 也就是說 - 就是在藐視國會罪 - 還有就是青鳥行動之後 - 其實民間團體一直有在呼籲說 - 那我們現在 - 我們人民能夠做的 - 就是還有行使我們的罷免權 - 嗯- 所以有挑了幾個人 - 幾個國民國 - 藍白兩黨的立委 - 我們要開始進行罷免的 - 連署跟串結 - 有那個聲音出現 - 那因此有這樣子的聲音之後 - 國民黨他們就是提案 - 他們要提高罷免的門檻 - 包含 - 就職沒有到一年 - 不可以罷免他 - 蛤 - 對 - 做了六個月我就覺得他真是爛爆了 - 是啊是啊 - 所以會不會滿一年代表現任立委都不行 - 對 - 然後反正就是他們後來被發現 - 就是 欸是被吳思瑤還是被誰發現 - 就民進黨黨團 - 對民進黨黨團 - 然後反正就是看到之後就是 - 把這件事情宣告出來 - 然後國民黨因此撤回這一條 - 所以沒有沒有 - 沒有 - 但你不覺得丟臉嗎 - 丟臉更像要被死 - 可是因為這 - 他們這根本就是為了自己 - 怕自己被罷免 - 對啊 - 其實在當時我們就是 - 因為前陣子不是他們要 - 強度觀山那個嘛 - 嗯 - 就是國會 - 秒釋國會罪那些的時候 - 是 其實就有傳出他們要 - 要調整這個選霸法 - 嗯 - 可是當時沒有送出來 - 就他們現在想要偷偷的在這之後送件 - 嗯 - 我覺得真的是很好笑欸 - 做得很難看啊 - 真的有夠難看 - 他們還真的是會怕人民的力量喔 - 會怕那為什麼之前那麼大聲 - 會怕那為什麼之前那麼大聲 - 就是在囂張什麼 - 欸之前選霸法 - 我們之前的時候有修過 - 那個罷免選霸法 - 之前出有一次 - 你是說黃國昌提案的那一次 - 然後後來自己也被罷免那一次 - 然後後來自己也被罷免那一次 - 對啊 - 對啊 那是啊 - 黃國昌那時候提的 - 好像是要絕對多數 - 就是 - 因為我們罷免有一些門檻嘛 - 因為我們罷免有一些門檻嘛 - 哦 最後沒有照他的版本 - 對沒有照他的 - 因為如果照黃國昌罷免他已經被罷免了 - 他一定被罷免掉 - 他一定被罷免掉 - 所以他一直在說 - 他問柯健民說 - 我有欠你喔 - 有 因為那個時候這個提案 - 其實是民進黨的柯健民就說 - 這樣子不對 - 就是罷免一定還有 - 要有一些門檻 - 那這就是柯健民的那個啊 - 那他就是真的有欠柯健民 - 對啊 - 柯健民就是守住了黃國昌啊 - 還噴人家口水 - 好噁喔 - 噁心死了 - 髒欸 - 輕鬆實踐動態廣告之辱 - 建議你的會員訂閱制 - 分潤更Easy - 當你自己的sugar daddy or mommy - 那通過那個擴權法案之後 - 其實後來民間就是有一些律師 - 有發表聯合聲明 - 很多單位都有聲明 - 對對對對 - 因為我們上集有講到 - 就是接下來政府可能會做的事 - 就是可能會提示憲 - 可能會提那個複議案嘛 - 嗯 新政院提複議 - 對對對對 - 然後只有200位職業律師也是發聲明說 - 希望 - 兩百多 - 兩百多位 - 也是希望立法院跟行政院要 - 就是要參考這些 - 就他們是呼籲行政院一定要對此事 - 對對對對 - 要提出複議 - 那這兩百多位的律師也算是 - 應該可以算是 - 綠營側議 - 黃國昌的前輩們吧 - 黃國昌前後輩前後輩 - 黃國昌可能會覺得這些人不懂法律吧 - 哈哈哈哈 - 怎麼可能 - 因為黃國昌在 - 我覺得這超好笑 - 因為經濟學人有 - 其實經濟學人長期有對台灣蠻多的 - 觀察 - 評論嘛 - 就是有很多 - 然後我們也會當成一個指標 - 因為他就是國際蠻有名的一個刊物嘛 - 黃國昌竟然覺得經濟學人是 - 他的意思就是他的綠營側議 - 他說經濟學人記雜招牌 - 你要看不如看卡提諾狂新聞 - 謝謝 - 我建議大家 - 與其看卡提諾狂新聞 - 大家看486或者是哈哈台 - 哈哈哈哈 - 欸不是啦 - 你話不能這樣講啊 - 卡提諾耶 - 就是他到底在說什麼卡提諾耶 - 我覺得 - 不是新聞專業是這樣子比較的嗎 - 卡提諾耶 - 欸講到卡提諾 - 我想要講一件事耶 - 也是週末的事情 - 嗯 - 就是卡提諾PTT - 就是對我來講都是我的逸溫層 - 是 然後包括臉書上面的爆料公司 - 哈哈哈哈 -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- 然後週末的時候臉書 - 就是那個爆料社團裡面 - 爆料議社 - 爆料議社 - 然後就是有PO出一個男男牽手的背影 - 然後那個PO文者的slogan - 他寫什麼 - 他說穿著正常可是 - 對對對 - 他有點類似黃國昌的語氣啊 - 對 - 就是我話不說清楚啦 - 就是 可是他的眼下之意就是我覺得 - 有點噁心 - 看了這麼正常的兩個男生 - 怎麼牽手走在一起 - 怎麼牽手走在一起 - 怎麼牽手走這樣子 - 該怎麼屁事啊 - 可是我要講的是 - 我要講的是 - 我一直以為那一篇下方的文 - 是我會看到心寒到不行 - 結果沒有耶 - 啊真的耶 - 你現在罵超難聽 - 然後大家就還去截那個PO文者的圖 - 然後就對他外貌羞辱 - 欸這樣子好像 - 嗯 - 不是因為我們要記得他的 - 就是以毒攻毒嗎 - 而且他前頭也是說 - 你們這兩個人穿的正常 - 就是這麼正常 - 就卻這樣子 - 就是他一開始也是用外貌去評論人家 - 啊難道要穿熱褲才可以手牽手嗎 - 可是我沒有覺得 - 那兩個gag穿著正常 - 你不覺得他們脫鞋有點太合腳了嗎 - 不是 - 脫鞋好笑 - 因為我們現在不知道你們在講什麼 - 可是我有聯想到一件事情是 - 周末我好像有看到藍白粉在露搜 - 黃仁勳的身份證字號 - 黃仁勳的身份證字號 - 因為你剛剛講了他出生台南對不對 - 他們就查他的那個字 - 對 - 然後據說回答是有要提告的 - 欸他們怎麼會笨到去肉搜別人身份證字號 - 這許小星都知道不可以啊 - 那反正就是因為 - 剛剛那一些律師有發表聲明嘛 - 然後黃國昌也有發表 - 等一下我們話題挑好快 - 你現在又挑到那兩百多位 - 那中間我都會刪掉 - OK - 然後所以他就是在說這個 - 你們應該要去看卡提諾的狂新聞啊等等 - 然後後面出了一個上週末的金句 - 就是大家都嚇到 - 你說我話不想說的太重 - 太重 - 我以前在法學界的朋友看到後 - 所以傳訊息來給我 - 他說那個聲明的內容太空洞 - 就這樣然後後來有被 - 算是被秒布亞考試這句話 - 他說只要你要講一個其實真的很沒道理的話 - 然後你又不知道怎麼收尾的話 - 你就是說我話就嚇到這裡 - 可是這是一個社群的操作的技巧 - 因為我曾經在某年貼過一盤水餃的照片 - 然後我標題打 - 最近好多人在吃這個 - 然後我就沒有寫其他字 - 然後很多人問說這是什麼 - 但其他是一盤水餃 - 就當你把很多很簡單的事 - 講得很模糊的時候 - 大家會引起興趣 - 會覺得天啊好像有什麼東西 - 可是那大家會追根究底嗎 - 還是會被呼嚨過去 - 沒有大家一直問說這是什麼 - 這不是水餃嗎 - 大家就會自我懷疑 - 因為你寫得很模糊 - 大家會自我懷疑 - 這真的是水餃嗎 - 還是什麼新的東西 - 所以這一段 - 所以你想要表達的是 - 就是黃國昌有掌握到社群的精髓啊 - 就是我話不想說的太重 - 對 但他又沒有明確指出哪裡有問題 - 可是就搞得上週末有很多這類的梗文出現 - 那那個文盲的是什麼 - 笑死文盲嗎 - 去聽台通 - 對啊 你沒有聽台通 - 我沒有在聽Podcast - 可是我有看到有路痴敲碗說 - 因為台通可能對他來說有點太異難了 - 他有點 - 他希望我們解釋給他聽 - 笑死文盲是什麼梗 - 蛤 - 我覺得我們業務範圍有點太大 - 可是我覺得 - 你要去認真解釋一個笑話 - 這件事情就會變得有點不好笑 - 很不好笑對不對 - 而且如果我們現在翻譯了台通的那個梗之後 - 我們會不會超異堂 - 對 而且可能那個聽不懂的路痴會有一種 - 喔 - 就這樣 - 好啦大家去聽台通 - 我們這樣反而傷害台通 - 我們幹嘛 - 我等一下錄完音會來聽台通 - 好 你去聽 - 你去聽你就會知道是什麼了 - OK - 那再來講到 - 我們剛才都在講民眾黨黨主席的事情嗎 - 是齁 - 我們剛從黃仁勳 - 他現在是黨主席嗎 - 欸我已經快被搞胡 - 黨主席 - 黃國昌不是嗎 - 喔 因為他上 - 經理在上上一集的時候 - 他跟我說 - 那個黨主席是黃國昌 - 其實是啦 - 不是吧 - 其實是實質黨主席就是黃國昌 - 我們講完黃家人的事了嘛 - 黃仁勳跟黃國昌都講完 - 哈哈 - OK 那我們要來講一下國民黨 - 國民黨最近有什麼事啊 - 不是國民黨現在五月底 - 就是他們有那個立委參訓 - 不知為何立委參訓歇奉 - 卸奉就要講一些難聽的話 - 欸你是說韓國瑜 - 他們參訓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在幹嘛是不是 - 不行啦 - 就有直播還是流出來 - 不是你要想的是 - 立委政治人物其實也是一個自媒體 - 也是需要吃飯的 - 也是名人啊 - 不是我第一次他們也需要發通稿啊 - 也是要發新聞稿給媒體啊 - 喔 - 我們有活著 - 我們很團結 - 喔 - 那就要透露一些內容啊 - 像民進黨以前開會 - 常常會有人透露內容嘛 - OK - 然後他就 - 謝伊鳳就說 - 大家在參會中主要討論是 - 如何降低立法院的衝突 - 嗯 - 然後他就強調說 - 尤其是未來提出重大法案 - 應該要經過詳細的那個審查 - 再送到院會表決 - 他現在是對自己國民黨在喊話是不是 - 因為他那個時候是跟吳英寧競爭啊 - 因為他眼下質疑就是前陣子的衝突 - 是因為你們沒有好好的審查 - 確實欸 - 確實 - 所以他是在指責國民黨 - 而且終於是他是說 - 參序中大家是在討論這件事情 - 喔 - 所以不是指他的立場 - 而是可能參序中和國瑜也提出這個看法 - 喔 - 所以他們其實是有內部在檢討這件事的 - 那所以到底是誰要衝那麼快 - 我不知道啊 - 但是我聽你這樣講 - 我覺得那個 - 謝伊鳳算是國民黨內的人間清醒欸 - 喔 - 因為就是整個 - 暫時啦 - 在這個事件中 - 暫時 - 沒有沒有沒有他真的是 - 我對他有期待 - 因為就是520的舊職典禮 - 你對得起吳英寧嗎 - 520的舊職典禮的時候 - 你對他有期待 - 就是整個國民黨只有謝伊鳳去參加 - 然後那時候王鴻威還有講說 - 我有被背叛的感覺 - 喔 - 因為出商家 - 對對對對 - 對 - 然後那個時候院會在審查 - 就是藐視國會罪 - 就是正在審查 - 表決的那個時候 - 就有媒體也拍到謝伊鳳那個 - 當下他在玩手遊 - 所以我 - 哪一款 - 你可以對我們的立法委員 - 有一個高一點的標準嗎 - 玩手遊跟參加國... - 欸他可能是在軟性的拒絕跟抗拒 - 妳說他在公民不服從 - 對他在國民黨內部進行他的不服從 - 那那些老人也是睡得跟什麼樣 - 你有看到 - 誰 - 就是國民黨 - 因為他們 - 很累 - 先講完再笑 - 謝龍介也在睡 - 有一些老人 - 有一些老立委 - 對 對 - 就是大家都在睡覺 - 那個畫面很像以前萬年過代 - 你知不記得 - 以前有些要掉點滴去中山樓開會 - 你不要一直在那邊公購好不好 - 你到底 - 你可以活在當下嗎 - 不是 - 這個是我小時候的畫面 - 我們現在在錄節目 - 可是我們今天的整個氛圍好像就在夜店喝酒 - 就話題一直狂跳 - 但都接得上耶 - 我之前也有看過路痴的留言 - 是說你們有時候常常在錄音 - 他聽我們在講話 - 他都覺得說我們是一邊喝酒一邊在錄音 - 沒有 真的沒有 - 真的沒有 - 我現在喝美膠健康 - 對 - 只是因為發發有時候他 - 就會突然有一些不清醒的時刻 - 我說有講過我們不要用原因聽我們節目 - 元素 - 元素原因 - 我說要至少快1.5或1.75 - 然後上次有個朋友 - 你不要指揮人家 - 人家愛怎麼聽就怎麼聽 - 沒有 我上有個朋友就說 - 他一直以來都是用加速的聽 - 然後後來他聽我這樣講 - 他就用元素 - 他以為我們喝醉 - 好 - 來講孫安佐 - 對齁 - 對 - 講完講家人再講孫 - 欸 蔣家不是 - 孫安佐他不是說自己是被爸爸下輔中嗎 - 我們要簡單介紹一下孫安佐的爸爸媽媽 - 是兩隻鳥 迪音跟孫鵬 - 孫鵬跟迪音 - 兩隻鳥 - 兩隻都是鳥啊 - OK OK - 而且我覺得孫鵬跟迪音他們兩個算是很愛得轟轟烈烈烈 - 然後所以孫安佐是一個很轟轟烈烈的愛情誕生出來的結晶 - 對 而且他們跟那個傅昆 - 其實他們夫妻兩樣也離過一次婚了 - 可是人家有復婚 - 對對對對 - 而且那時候復婚稿很大 - 好像是在國光幫幫忙 - 還是什麼康希來之類的節目 - 反正週末的孫安佐的新聞就是 - 欸 他是直播嘛對不對 - 他是先在泰國就是 - 吃了用了一些不太好的東西之後 - 然後在當地好像有犯罪 - 他也可能是比較開心吧 - 他是裸體是不是 - 他漏下體然後還闖民宅 - 好像一些 - 是不是今天有個新二代也在IKEA睡覺漏下體 - 你想不出來你就不要問 - 不然你Google - 你自己Google - 你自己Google - 不要每次都問我們不知道 - 腦容量沒那麼大 - 什麼東西都要裝 - 我要分料 - 那個李新聞啊 - 不在乎他誰 - 還是他是誰 - 李新聞是一個很兇的那個眼那個 - 很愛眼睛叫騙的啊 - 李新聞 - 李新聞的 - 李新聞 - 那個也是很多 - 那也是很古早的人 - 你有沒有發現都是這類的名 - 就這類形象的人 - 小孩很容易出事 - 就他會在鏡頭前面說他管教多嚴格 - 多愛小孩 - 沒有沒有 - 可是我記得孫安卓他的形象就是他媽媽小時候很疼愛他跟你愛他 - 他爸爸可能比較兇吧 - 對 - 因為他孫安卓其實在更小的時候他是在美國念書嘛 -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有什麼威脅說要槍擊 - 對 - 他是確實是有在身上有收出有槍跟子彈啦 - 有槍 - 然後我後來有去看他的那個在IG的 - 是IG我忘了 - 反正就是他的直播 - 比如說昨天的那一場 - 前天 - 前天 - 喔前天好 - 然後他就是直播然後眼神很煥散 - 然後就是說什麼 - 有沒有人要問我問題 - 然後線上只有十個人 - 然後他就在那邊生氣 - 只有十個人 - 然後他就有點 - 我以為大家都會充氣開 - 他就有生氣 - 然後他就說什麼 - 放眼望去沒有24歲的人比我更強 - 然後他就手比出槍 - 嗯 - 就是應該是意指說 - 他24歲 - 現在24歲沒有人像他一樣 - 就是過去曾經因為槍炮彈藥的事件 - 被美國政府查或什麼的 - 差點被關 - 這是一個值得驕傲的事情嘛 - 對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孩子 - 他對我來講算孩子嘛 - 是 - 就覺得有點可惜 - 長相也四平八穩的 - 然後家世家境也挺好 - 然後家境也不錯 - 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- 然後新聞出來之後 - 因為迪英又說什麼 - 他被下骨 - 對 他其實從 - 泰國回來的時候 - 迪英就說他被下骨 - 我覺得最需要去 - 記改的是迪英耶 - 然後孫安佐就說 - 直接忽略了 - 然後孫安佐就是有生氣說 - 他覺得他媽一直在代言他 - 是喔 - 對 - 但是他後來又說 - 他好像最主要跟媽媽比較好 - 所以他跟媽媽有和好 - 但是現在 - 生活安佐非常恨他爸 - 因為他就 - 控訴他爸 - 下毒 - 就是 - 下福啦 - 下福水 - 下福水 - 但是他就說 - 他覺得是下毒 - 我覺得這一家都好瘋 - 我覺得在台灣 - 有賺超過五千萬以上的人 - 都要負擔社會責任 - 可能標準在低一點啦 - 可能有賺到一棟房子的人 - 就是你對社會 - 你為什麼會是以賺錢來講 - 因為我覺得社會責任這件事情 - 是每個人都有 - 每個人都有 - 你即便身為父親母親 - 身為女兒兒子 - 你只要有一個社會身份 - 你都要有 - 可是一般的 - 如果今天只是單純的一般家庭 - 他不會生養小孩去生了 - 他的影響可能是只有對他的小孩 - 跟他周遭的人 - 可是如果今天是明星 - 你每天在公共人物 - 你每天對著社會 - 不斷地講你家的事情 - 然後你又不斷地透過這些 - 不要再打了 - 你又不斷地透過這些事情 - 獲得利益 - 獲得更多房子 - 更多的資產的時候 - 你就對社會有責任啊 - 不是什麼你小孩犯錯 - 就說我們被下骨啊 - 結果我就覺得 - 可是我覺得 - 分兩個層次啊 - 社會責任大家都有 - 然後第二個是 - 他在卸責 - 而且你們是蠻有名的人 - 靠台灣滋養 - 賺了蠻多錢嘛 - 對 - 這我同意 - 可是因為我不是很懂 - 烏骨的這一塊 - 可是搞不好 - 可能他真的有被下骨 - 但我們不知道 - 但是很明顯 - 我覺得看起來 - 他的精神狀態不是很好 - 然後還是覺得說 - 他可能需要就醫啊 - 就是進行一些醫療手段 - 我不知道 - 我覺得沒有欸 - 但是他那個直播 - 據說是直播裡面有說 - 他25歲要幹大師 - 有嗎 - 真的喔 - 我忘記我沒有發表 - 那他明年25歲 - 那就是明年喔 - 我不曉得 - 那個網路上就有說什麼 - 底音小時候很期待他兒子長大 - 他真的變馬英九 - 這真的變馬英九 - 我有看到 - 這真的變馬英九 - 我真的覺得要去看醫生的事 - 他就是裸體喊說 - 25歲我會幹大師 - 天啊好可怕 - 可能再被關一次吧 - 我真的覺得 - 孫彭跟迪丁要先去看醫生 - 很多明星小孩都很正常啊 - 就是有一些會走偏 - 不知道為什麼 - 那你覺得Sandy算正常的嗎 - Sandy算很正常欸 - Sandy算很正常欸 - Sandy算很正常 - 爸爸那麼有毛病 - 對啊 - 就這只是標準嘛 - 送出國外念書嘛 - 遠離台灣的一切嘛 - 或是還有周湯豪 - 那個小禎也很正常啊 - 胡瓜的小孩 - 對 - 小S的三個小孩也都很優秀 - 所以還是 - 低音的問題 - 不知道不知道是誰的問題 - 不知道 - 但是就是看起來就會蠻可怕 - 因為我覺得 - 我會對幹大師這三個字很有陰影 - 嗯 - 可是就是我的冠 - 欸不一定不一定 - 那個蔡英文的幹一票大的 - 就是要推過同會 - 你把蔡英文跟孫蘭佐 - 不是因為 - 因為孫安佐曾經有威脅說 - 她要用槍砲 - 就是要槍擊大家 - 去校園槍擊 - 是嗎 - 她在美國那時候 - 她不是有亮出槍嗎 - 她有亮出槍 - 可是她有說 - 要攻擊人 - 她有跟同學說 - 不要來學校 - 我要用槍攻擊學校 - 孫安佐 - 孫安佐 - 那時候在美國 - 後來是迪英跟孫彭衝去美國 - 把她 - 救援 - 用了很多資源 - 因為她其實基本上是被抓起來 - 我不曉得 - 我不曉得 - 我覺得就不去救責 - 可是如果這個小孩 - 曾經有講過這麼危險的言論的話 - 我覺得確實 - 有關單位是需要防範的啦 - 好 - 那最後來講一下 - 今天是6月3號 - 然後明天就是5月35號 - 對 - 所以今天是5月34號 - 明天也是楊誠寧的生日 - 楊誠寧生日快樂 - 楊誠寧生日快樂 - 明天是64 - 天安門事件 - 對 - 那我想 - 中國啊 - 香港 - 港澳應該都沒有辦法 - 再提這件事情 - 只剩臺灣可以提 - 只剩臺灣可以提 - 只剩臺灣可以講 - 以前香港都會辦那個 - 在維園辦那個超大的六四晚會 - 今年已經不行了 - 去年也沒有的 - 我覺得消失好久了 - 嗯嗯嗯 - 但是 - 我有收到一些私訊是 - 可能香港人 - 然後他就是說 - 其實現在香港還是有很多人很努力 - 他就說 - 雖然 - 重新入我們常常講到香港的時候 - 都是會用一種很難過的心情去講 - 但是 - 他說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記 - 還是有很多人在努力 - 然後也不要忘記那些手足的犧牲 - 他們將來的犧牲 - 他們過去的犧牲將來都會有意義 - 他們還是期待著希望的 - 那我還是希望香港的朋友可以先 - 以自身安全為主 - 我也是這樣想 - 我也是這樣想 - 最近有很多人反映他們去做 - 因為前陣子我們有在節目中講過 - 中國有通過一個法律是可以 - 觀光客入境 - 它都可以收你電腦跟手機 - 是 - 然後這件事我們常常聽新聞 - 會覺得這只是一個新聞 - 只是一個事件 - 然後最近是很多朋友反映他們去中國 - 出差或者是旅遊 - 真的被非常仔細的翻你手機 - 這怎樣會看你的手機裡面所有對話紀錄嗎 - 基本上就跟你的另外一半一樣 - 會把它完整的拿出來看 - 就是完整的看你手機裡有什麼 - 然後看照片這樣子嗎 - 包括你的檔案裡面有什麼資料 - 然後還有電腦也是 - 天啊 那要帶一支空的手機過去欸 - 所以你基本上 - 好恐怖喔 - 你基本上裡面只要有一點點 - 他們覺得敏感的東西 - 它就可以把你抓起來 - 或者把你遣返回去 - 天啊 - 反正大家注意啦 - 然後不管是在抗爭中 - 或者是說你們現在在療傷 - 或者是想要敘事待發 - 都好 - 不管你們 - 我們每個人在怎麼樣的狀態都好 - 但是就是記得自由跟民主 - 我們要消失是很迅速的 - 沒錯 - 然後也請安好自己 - 嗯 - 但週末黃仁勳的 - 就是他來台灣這一趟 - 其實讓我更感覺到 - 台灣真的是很有實力的 - 嗯 - 然後我們必須要讓我們的實力 - 越來越強大 - 我們才可以大聲講話 - 是 - 因為就是大家才動不了你 - 是 - 嗯 - 或者是說要動你 - 他們相對的要付出的成本更高 - 對 - 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- 在累積的事情 - 就是 - 要讓中國 - 不管他們是攻打我們 - 或是攻擊我們 - 要付出更劇烈的成本 - 嗯 - 所以我們必須要好好愛這個地方啦 - 好 - 好 - 那發發最後有什麼呼籲嗎 - 他一開始就呼籲了不是欸 - 有嗎 - 你剛剛有什麼中國槍啊 - 哈哈哈哈 - 有嗎 - 我說有什麼呼籲 - 我覺得呼籲就是那個啦 - 剛剛說的不管在哪裡 - 做任何事情 - 做任何事 - 或者是你有什麼行動 - 或是你想要理想之前 - 我都覺得 - 在某些危急的情況中 - 先保存自己的那個啦 - 健康 - 安全最重要 - 對 這真的很重要 - 我記得 - 你記不記得前陣子之前 - 我是叫你呼籲 - 不是叫你開話題 - 沒有 我要講的是 - 你覺得返校有一句台詞 - 就是叫你 - 留下來 - 叫你活下來 - 因為活下來才可以告訴大家 - 這件事情 - 這個真的很重要 - OK 好 -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喔 - 謝謝大家 - 拜拜 - 拜拜 - 喜歡重新錄一段的路視們 - 記得到臉書 - IG YT 串串 -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搜尋 - 重新錄一段 - 按讚 追蹤 訂閱 - 也別忘了donate - 支持我男友 - 嘿嘿